去年的超能一族让韩啸舟诱惑了一把 也让小桃对他有了新的认知 于是当他带着新剧再次出现的时候充满期待 可惜首播二集并没有掀起太大的风浪 那么这部剧到底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 观众为什么不喜欢 争夺培植肉配方 韩啸舟饰演的尹自由是一家名叫BF的生物科技公司会长 公司的研究方向是人工培植肉 他们从2015年开始布局 花了十年时间 分别造出了人工培植肉与人工再造动物皮毛 让人类在不伤害动物的情况下 吃上肉 穿上皮草 不仅如此 通过多年的努力 他们还成功培植出了海洋生物肉 至此 所有肉类都可以BF生物公司买到 按道理讲这样一家企业 应该得到大众的支持 这样不但可以保护生物 还可以保护自然环境 结果反对的大有人在 反对的人要求科技公司公布培养敏的配方 来证明这些肉无害 可对于公司来说 培养敏的配方是公司的最高机密 如果公开 那么市面上就会立刻出现仿制的假肉 所以尹自由一直拒绝将配方公布 因此也招来了杀身之祸 故事到这里才开始有意思 各方势力粉末登场 都为了这间生物公司 都为了这份绝密的培养敏配方 三方势力抢夺 在BF的发布会上 尹自由带来了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海洋生物肉 并夸下海口 六个月之后 公司会培养出陆地谷类作物 到那时人们就可以直接吃到培养出来的粮食 到那时粮食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头等大事 发布会结束后 第一股势力就出手了 他们在尹自由回家的路线上埋伏好 想要以自杀的方式干掉他 结果让他逃过一劫 劫后余生的尹自由开始调查凶手 紧接着生物公司的电脑就被黑客锁定 让他们交付800亿的赎金 黑客与谋杀尹自由的应该是一伙人 他们藏在暗处 也是尹自由着力调查的方向 第二股势力是政府部门 上一任总统不支持培植肉的计划 这让尹自由的公司举步维艰 结果在一次访问的路上 总统预袭后 被迫退居幕后 而新上任的总统对于尹自由的培植肉计划 给了大力的扶持 并派总理与他亲自对接 搭上了政府这条线 BF公司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 迅速占领了培植肉市场 但总理明面上对尹自由很客气 但背地里就像一只贪婪的狼 疯狂地啃食着这块肥肉 关键是总理也希望让尹自由公布培养敏配方 那么为了这个目的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安排的人 黑掉的BF公司的电脑呢 一盘狼人杀 最后一方势力是前总统安排于耕耘 他作为退役军官 一直对总统预袭的事情耿耿于话 所以退下的这些年 他一直在独自调查爆炸案的经过 而这也是前总统想知道的答案 所以他安排于耕耘前入BF科技公司 调查真相 现在有人基于培植肉的配方 才打起了尹自由的主意 现在三方势力都已经名牌 第一波是黑客团队 第二波是政府团队 第三波是前总统团队 首波二级给人感觉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狼人杀 潜伏在尹自由身边的于耕耘不是是凶手 因为他需要获得尹自由的信任 这样才能得知当年爆炸案是否与他有关 所以就目前的剧情来看 第三方势力的前总统团队 并不想得到培昂敏配方 所以他们应该也不是凶手 紧接着是政府团队 他就太明显了 不是要钱就是要配方 这个总理极有可能是贼喊捉贼 不单想要BF公司的钱 还想要培植肉的配方 现在尹自由查了一圈发现 最有可能搞黑客这件事情的人 就是在他身边的五个人 演员没发挥好 首波二级 完全没有看到朱志勋和韩孝舟的演技 感觉他们并没有发挥出自己真实的演技 而且第一集的时候故事背景扑得裂大 结果到了第二集又落脚到培昂敏这件事 有一种大象才蚂蚁的及时感 这样一个普通的设定 完全没必要扑十集这么长 如果说找完凶手之后 还有后续的内容 那么为什么不在首播第一集的时候 就把坑挖好呢 现在这样的情况 让观众根本没有好奇的点想看下去 朱志勋作为男主 并没有什么异于常人的状态 比如说他是退役军官 结果和普通保镖打了个平手 那么军官的优势在哪里 动作系不出彩 文系也没有很大的表现空间 感觉稀里糊涂的就让他靠近了女主 并成了他的贴身保镖 重点是韩孝舟与朱志勋之间 一点CP感也没有 像去年的超能异足 韩孝舟和赵银成站在一起 就很有甜蜜恋爱的味道 就目前两集来看 这部剧的方方面面 都没有让你想追下去的欲望 有待后续观察 后续有待观察 相比奈飞制作的韩剧 总觉得迪士尼的韩剧参差不齐 他总是爆一款坑一款 比如说去年大爆的超能异足 跟在他后面的恶中之恶就差点火候 今年又是杀人者的购物中心 结果跟在他后面的支配物中 又没有想追的欲望 可惜了 BF被爆出培养业充满细菌 网民人心惶惶 紧接着 公司实验室被害 所有机密档案都被加密 攻击团队是X公民 要求数金800亿 这是一个落索软件组织 曾经攻击过诸多大型企业 以及政府部门 但至今逍遥法外 被攻击的企业或政府 也都默默按下此事 面对这种棘手的情况 尹自由选择暂且关闭实验室两天 将培养业送去检验 但实验室被害消息禁止外传 之所以选择这样处理 是担心一旦曝光内部档案被害的消息 无疑坐实了培养业充满细菌的假新闻 届时BF公司将面临破产 与此同时 于彩云通过了BF设置的重重考验 正是上岗成为尹自由的贴身保镖 这也是他任务开始的第一步 原来 他之所以接近尹自由 与多年前一场预谋袭击有关 当时他还是海军情报司令部的一员 护送总统探视外派军队 随行人员仅有部分企业高层 以及总统身边的随从 因为是惊喜探视 所以知晓此次行动的人并不多 结果当日发生爆炸事故 这场事故夺走了众多彩云战友的性命 两个部长死在爆炸中 总统的随从受了重伤 总统本人也被炸掉双腿 被迫退位 在那件事故后 总统一直想找到幕后黑手 同样不甘的彩云也在默默行动 事故幸存者有四位企业高管 分别是上和集团浦大成 科技游戏韩基号 STL会长李南震 以及BF公司的引自由 总统怀疑真凶就在他们四人其中 与彩云退役后 第一个去的就是浦大成身边 如今他选择离开就证明浦大成没有问题 他的下一个测试目标就是引自由 而且引自由有很大嫌疑 当年他要求总统将排养肉化为普通肉类悖剧 新任总统完全支持他的事业 前总统被废后 他无疑是最大受益人之一 就这样 采云在前总统的帮助下成功进入BF公司 成为引自由的保镖 他一边执行岸线任务 一边研究BF公司当前的困境 早年间他隶属的海军情报部也曾被X公民组织害过 当时也没有解决办法 可是他清楚地记得X公民留下的信中有多处拼写 数据 格式和类型明显来自他国 以之前的档案留存记录作对比 也能看出这一组织成员是别国的人 可是 这一次BF公司遇到的X公民留下的信 却一点影子都没有 反而其中某些监控号是韩国人才会使用的 显然 是有人假扮成X公民骇进了实验室 而只有引自由熟悉的人 才会假冒身份防止被认出 再联想到能够访问实验室网络的只有特定的几人 难道内鬼是他们之一 以上是前两集的主要内容 后面大概率就是男女主携手救公司内鬼 抓事顾真凶 在这个过程中感情升温 最后是一爱情双丰收的戏码 之所以觉得被骗了 完全是因为刚开始对这剧期待值太高 本以为是从培养肉 动物与人或者环境危机等方面做文章 结果到头来还是谈恋爱以及韩剧一贯的阴谋论 说实话 真有些审美疲劳了 毕竟这种类型的剧看得太多了 就前两集来看 这部剧也毫无新意